對 就是南拳媽媽話 她也發唱片的 這點會成績 好 接下來看戴艾琳 對 她很多的 校外的歌唱比賽第一名 妳都在學校比啊 都在學校啦 因為我沒有參加什麼 比較大型的比賽 因為那個時候都在學校裡面比賽 或者是有部落裡面的比賽什麼的 不是妳最久都帶妳到處去比賽嗎 可是因為經費有限 所以都在台南啊 屏東 高雄之類的 乖 我要把景福念完 靜溫 喔 厲害了 全台灣最有名的歌唱比賽 等一下 還沒 還沒 你知道嗎 她是五度五關耶 沒有 二度一關 妳敢來這邊講嗎 比較驕傲的在前面啊 因為那時候阿妹已經比到 五度四關被刷下來對不對 對 因為我前面 阿妹已經比賽 五度四關被刷下來 後來我再回去比的時候 在後台 大家在那邊急急急急急 因為他們在討論說 阿妹怎麼又回來比了 他們一直以為我是那個阿妹 又回來比 她長得很像 她有些角度 來 阿妹 是不是 阿妹 側面的那個角度 滿像的 腳 腳要上來再一次 腳要上來再一次 阿妹 腳要上來 腳要整個要姿勢 阿妹 阿妹 我跟你講那時候 很多人在後台就是 在耳邊就一直講說 那個阿妹張輝妹 因為張輝妹是她本名嘛 她說張輝妹怎麼又回來比了 她不是五度四關剛被刷下來嗎 這次回來比 怎麼是比重唱主 因為我那時候是比重唱主 她說她一個人唱歌不就OK嗎 怎麼還要比個重唱主 然後還有那個人就說 好像不知道導播還是誰 她就說 阿妹 張輝妹啊 妳怎麼又回來比了 她說 妳不是才休息不久嗎 我說我叫黃錦雯 她說 張輝妹就張輝妹 幹嘛要改個名字 黃錦雯來比 對 意思是說我是張輝妹 意思是說妳這張臉就是張輝妹 對 改名字來還是張輝妹 後來上去唱了以後說 對 這個真的是黃錦雯 實力差好不好 沒有 也沒有 不是,因為重唱那時候 因為要練歌 就兩個人重唱 所以那時候 因為我們比較沒有時間練習 已經在民歌喜山寧唱了 跟那個 黃錦雯、秀琴嗎 不是,那時候不是秀琴 秀琴後來搭的 後來搭的 沒有,秀琴是之後的 你那個二度一關 你敢來這邊講 對啊 起碼要冠軍吧 我告訴你 比賽二度一關已經了不起 因為後來五燈獎就收了 真的喔 我們沒有多久啊 我二度一關後來又 我比完沒多久 五燈獎就收了啊 喔 對 意思是說妳再比也比不到五度五關就對了 也比不到 喔 最近有的節目都這樣 真的 比到五度五關你知道要一年 可能不止 要一年多、兩年耶 所以說妳們這樣七個月算快的 算快的 以前有兩年的喔 對,因為有 一度一關、一度二關 然後到一、五關 憲哥有沒有,他比過那個啊 一度一關是多久啊 憲哥也有啊 一度一關是多久 一個禮拜 一樣一個禮拜... 可是有時候平手就下禮拜 再走一度一關 平手還是一度一關 就是他並沒有晉級 喔 好了,這樣 外籍兵團隊那個風功尾也要念一下 方炯斌 是 馬來西亞全國創作歌唱大賽 蛤 決賽而已 他那也肯來啊 唱出大賽 還有一個好一點的啦 他說 學校的歌唱比賽第一名 第二名啦 還不是第一名啦 還不是第一名 那個很氣耶 你不用氣 你不敢這樣子 我也輸過印度人 也輸過印度人 我曾經在十六歲比賽 模仿全國劉德華歌唱大賽 我輸給印度人 華仔說 你輸在哪裡 就是輸在你的鼻子沒有印封 真的就是輸在那裡 但是問題那個印度人 真的唱那歌唱得很好嗎 他就唱得還好 但是你皮膚比較黑嗎 沒有 他是模仿大賽對不對 模仿大賽 所以他那個鼻子真的太像 他鼻子這樣側臉看 真的就是滑仔一模一樣的鼻型 歌聲咧 歌聲 外聲比較好 外型他比較像就對了 他外型真的像 說鼻子很像 你說是說這樣的鼻子嗎 蛤蛤給我一杯 我 酒鮮啊 鼻子鼻耶 我跟人家說我的鼻子很像滑仔耶 好啦好啦好啦 他那個 那個 那個滑 就是輸給印度人 然後去問評審為什麼 他說他的咬字比較好 中文的嗎 你唱中文歌比賽嗎 對 因為他們印度人那個 他們的話很難講 所以他們的舌頭很靈活 就學什麼都很像 印度人舌頭靈活 真的嗎 對 你叫艾成講話 艾成會講印度話 那講印度話我們聽看看 對 講音 舅音比較厲害 舅音比較厲害 舅音你來 等一下 馬來西亞要講幾種語言 基本上是會講五種啦 好厲害喔 對啊 就馬來文 對 馬來文 英文 福建話 馬來文 廣東話 最主要是有家人廣東跟福建話 有像學要學就是馬來文 英文跟中文嘛 那我們籍慣就有什麼福建啊 有客家 有什麼潮州 廣東 但那邊印度人很多耶 很多啊 印度街啊什麼的 對 所以你們還是會講一點嗎 沒有耶 就是只是 我會一句啊 就是他有一首歌很有名的 就是 Gucci Gucci 後大黑 他會 他會有那種 Guc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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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ucci在幹嘛 Gucci Gucci Gucci是那個 印度話Gucci 戴愛您的族語 居然藏有玄機 我會一句啊 就是他有一首歌很有名的 就是 Gucci Gucci 後大黑 他會 他會有那種 Guc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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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台灣族是髒話 Gucci Gucci 在台灣族是髒話 也不算髒話 Gucci 大便嘛 Gucci是那個 Gucci是那個 女生的那裡 真的啊 真的 妳說原住民的話 台灣族的 台灣族啊 真的啊 Gucci啊 Gucci 所以說女孩子去買那個包包 Guc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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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就是我們拿包包的Gucci啊 對啊 對啊 Gucci是生殖器啊 女生生殖器啊 那如果我說我要買Gucci的時候 不是會被嚇到 對啊 人家說妳到底要買包包還是要買 沒有 在部落裡面拿的時候 你什麼牌子啊 Gucci Gucci 對 他走到旁邊 我的心Gucci 沒有 這麼尷尬啊 再來 快點快點 快點 然後印度人呢 對 你就是什麼 就很生氣 就是覺得怎麼會這樣 就是華人然後唱華語歌曲 然後輸給印度人 這樣就是丟臉人 對啦 我也會啦 會啦 會啦 像我們下去參加有沒有 那個原住民的歌唱大賽 有沒有 唱原住民的歌喔 我們贏了 他也會氣死吧 一定的 會啊 肯定會氣死 就好像你們來那個客家電視台 來參加客家 客家話 我輸給你們 我一頭撞牆啊 這是一定的啊 好 窮英的 戰績 是 這全世界都知道啊 他有個第二名的魔咒啊 對不對 還沒頒獎他就知道 我一定 躲不開第二名的宿命 他一直在哭 所以變成第二名 他整個哭的時間 比第一名時間還多 他整個吵吵鳥事有沒有 就是第二名哭哭很久 喔 哭了 安慰 好 那我們恭喜第一名 耶 好 現在我們要到戶外去了 就把他拉著 我整個領獎過程 沒有盡頭 好慘 對 幾乎沒有盡頭 感言 我感言 我想說我要感謝很多人 我開始要講 下面已經開始花千千了 好 沒比賽過 其實那個好像馬來西亞很大的比賽 對不對 對 就是張栋梁和曹哥 都是從那個比賽 有耶 那他們不是冠軍嗎 沒有 曹哥當時候 曹哥好像和張栋梁是同一屆 但是當時 張栋梁不同 不同 不同一屆 張栋梁是第一名 然後曹哥只進到10強 10強 當時 才進10強 曹哥這麼會唱耶 對 他很厲害 所以說 只要在10強都很好啦 對 對不對 你哭成這樣 而且他那時候最難過 是認為他的外型真的不好 不要這樣講 當時因為馬來西亞的報紙 他就寫你是惡難命 然後有一句比較恐怖的 就是肉多失稱 因為第一名有 肉多 失稱